现代生活物质越来越丰富 我们在购买同一类商品时 会优先考虑是哪一个品牌 然而有一些非常大的品牌 偶尔还会推出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产品 却让很多人梦寐以求 今天的33号放映室 为大家带来五个大品牌开发的奇怪产品 提到百事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百事可乐 你知道这家知名跨国食品饮料企业 曾经发布过一款有趣的产品吗 百事PES手机 这款手机运行定制版安卓系统 系统内置非常多的百事企业元素 采用联发科8核处理器 运行内存为2GB 机身内存16GB 它的屏幕尺寸为5.5英寸 后置摄像头为1300万像素 支持4G 售价为人民币1299元 现在听起来配置很低 但是在当时并不落伍 这样一款可乐味十足的手机 你想拥有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告诉我你的看法 奔驰冲浪板 奔驰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汽车品牌 它不仅能造车 还能制造冲浪板 这个项目于2013年启动 冲浪板的主要材料 采用葡萄牙特有的软木 外观用银色包裹 软木的高耐用性和柔韧性等优点 使冲浪板足够坚固 可以承受巨浪的冲击 冲浪板还内置了摇车系统 可以实施统计冲浪的数据 更具科技感 这款冲浪板并不对外销售 是奔驰专门为目前冲浪最大浪的保持者 加雷特·麦克纳玛拉设计制造 目前仅仅制造了4块 2013年加雷特使用这块冲浪板 创造了最高62.4公里每小时的冲浪速度 索尼新能源汽车 如今新能源车可以说是各大巨头都想涉足了领域 著名影音公司索尼在2021年的北美消费电子展上 展示了他们旗下首款纯电动概念的车型 V1S 该车有两个电机 可提供544匹马力 最大速度为240千米每小时 0百加速4.8秒 索尼强调这辆车目前拥有L2级别的自动驾驶 车身拥有33个不同的传感器 13个摄像头 3个激光雷达 5个雷达和12个超声波传感器 能够360度全方位的获取车辆周边的环境信息 未来可支持L4甚至L5级别的自动驾驶 这辆车的内部有7块大屏 通过车内的摄像头 程序还能分析驾驶者的面部表情 肢体动作等 如果有必要 自动驾驶系统会从驾驶者手中接管这辆车 有趣的是 索尼并没有大规模生产这个车型的计划 目前只生产了这辆原型车 保时捷自行车 德国品牌保时捷的车型给予人们很深刻的识别度 包括它的运动能力 出色性能与驾驶乐趣 这些优秀的特性也体现在它开发的自行车上 这款由保时捷打造的自行车 使用碳香维材质车架 配备喜马诺20速变速器 马古拉液压叠杀 全车重量不到10公斤 优秀的配置使车子具有更出色的稳定性与减震性 同时也具有优异的越野性能 不论你是挑战新的骑行记录 还是在大自然中惬意骑行 在没看到价格之前 它都是不错的选择 雨伯表 2013年为致近法拉利特别限量系列跑车 法拉利和著名的奢侈品手表制造商雨伯 联手打造了这一款限量版手表 展示了其独一无二的超复杂质表工艺 基金完全由雨伯表工厂质表师和工程师 独立设计研发和制作 将发动机的造型融入到手表之中 堪称创纪录的技术壮举 这款手表基金中装配高达637个零件 搭载陀飞轮基金 内部的发条如脊柱般排列并彼此相连 其动力存储也十分优秀 达到了令人深刻的50天 这款手表目前只发现了50块 且每一块都有唯一的编号 这款充满机械蓬克味道的手表 你喜欢吗 这些世界级的品牌 依靠其强大的知名度 在不同领域推出跨领域的概念产品 有的产品让人梦寐以求 有的却没有人买账 你还知道哪些奇怪的产品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加关注 下期节目将更加精彩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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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